Hello 大家好 朱春桃 今天社交平台有網民貼了一條片出來 寫著阿sir交落暗角打鑊 不用揹鑊一定快鑊 樓主的確實讀幾多書 都幾好文采 事發地點應該在坦仔銀河出面 見到阿sir應該在執法 估計賭場保安和阿sir一起捉到個犯 見到犯可能未必好配合 所以阿sir一下掃堂腿 掃落疑犯的大腿後側 疑犯馬上蹲下 警察今天下午很快回應這段短片 說經核實在9月14日下午大約2時10分 他們接報有保安員在坎仔 望得勝武灣大馬路某酒店 接獲日前一宗懷疑涉及操縱賣淫案件的涉嫌人 原來是農場管理人員 他們這樣操縱法 在澳門當然是犯法的 警員到場後發現有關涉嫌人正逃離現場 想交腳 故此警員隨即展開追捕 並成功將他截停 其間由於涉嫌人身形高大 而且不斷掙扎 欲擺脫警員 所以警員將涉嫌人鎖上手扣 但他仍然企圖走路 多次警告無效後 警員於是使用武力 將他作出進一步控制 經調查後 上述人士因為涉嫌觸犯 操縱賣淫罪 案件已移送檢察院徵辦 有關警員控制涉嫌人的方式 治安警說會檢討 可能連同上次橫琴口案 有個女人在打架 被蛇捉頭髮一起檢討 今天這宗案 有網民可能覺得警員執法過當 不過也有網民說 在那天上班看到那個人在逃跑 支持警察執法 有網民說 難道用把口求跪下嗎 如果是的話 下次是否應該說 請你給我拉 又或者你給我拉 這樣就誇張了一點 說起來 其實在金剛大道 因為地方大 特別在大場的商場 賭場裡面 經常有些豬呼豬 通山走 可能會滋擾到賭客 或者客人 所以賭場 賭駕村 那些保安都經常配合警方 加強打擊 例如我自己都試過 像在疫情期間 在銀河拍一拍照 突然間有個 好像看不到我在做事 走路過眼鏡頭 還問我 還要妨礙我做事 當然不得了 有時真是不錯 所以打擊是對的 好 這集見到現在的 subs 之前 記得訂閱 感谢观看